MAKE THE GROUND SHAKE 哈囉 江江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精靈球的部分喔 那這個精靈球呢 這個是搖桿喔 按下去會發亮喔 那上面那個部分呢 是取消 那這個在 它可以通用在這個Pokemon GO裡面喔 按上面這個呢 就可以自動抓寶跟自動轉 這個不給讚 那我今天教大家怎麼樣去自動抓寶 然後就是透過這個上面這個桿子喔 然後把它綁住 上面那個部分就是持續壓住就可以了 就像大概像這樣子 固定住 然後按中間那顆去對應到我的Pokemon GO裡面 大概是像這樣子喔 OK 點擊上面有一個這個 連信到精靈球PLUS OK 然後它現在就是 處於這種自動抓寶的狀態了 對某些人來講可能會覺得很耗電喔 不過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的就是 如果你有在坐車或是剛好有在騎U-Bike的時候 經過的每一個點它會自動幫你轉租出來 蠻方便的 那你也可以自動 你也可以手動去抓寶可夢 OK 獲得三個道具 OK 我的影片有時候會把它 調快轉一點 這樣子會比較快 那自動抓寶的部分不是百分之百都可以抓到 它有時候也是會跑走的 但是我覺得它會比較快偵測到附近有寶可夢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抓 這是我今天早上抓到的 好啊 道館裡面的球也可以抓 是不是超方便 開車這樣開過去 連轉都不用轉就抓到東西 有時候感應不到 找到寶可夢啊 逃走了 好吧 有時候抓得到有時候抓不到 哈哈哈哈 透過這個方法 然後可以拿到補給戰的球 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的 至於抓寶我覺得手動好像比較快一點 附近又有進行鐘 啊 好遠喔 好啦 這個教學到這邊 喜歡幫我按個讚喔 還沒有這個球的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購買 那先這樣喔 掰掰 我們當然跟我們按 Visio 我們請訂閱 訂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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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